如果人生是一場旅行,起點在哪裡,目的地又在哪裡呢? 如果人生是一場旅行,應該是短程還是長程? 如果人生是一場旅行,我是否可以選擇目的地呢? 每個星期,不同的嘉賓透過不同的旅程尋找快樂,快樂藝行者 早家大娘,在新城數碼財經台 星期日快樂藝行者早家大娘,在7月參加了一個藝術展 覺得很有意思,無論她的主題,甚至當中不同的藝術朋友所做出來的作品 帶給我們很多生活上的反思空間 反思不是只是條文上或革命上的反思 而是在感觀、意識身體和身邊所有人在關聯上的反思 或者是重新認識的 好了,先介紹他們出場 他們是來自浸會大學的視覺藝術院的同學 是嗎? 是,沒錯 先說嗨,大家都很有藝術的氣質 即時大家靜了 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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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了四位朋友 分別是我身邊的是Jessica 有Dudu 有Lee 還有Dino 他們都是視覺藝術的Sexy 今年2014年搞了一個畢業展 題目叫做雙年 總共有不同的畢業生 將他們對雙年這個概念 加上他們在生活上或經驗上的體會 就創造了很多不同的經驗給同學 我們另一位唯一的男丁 Dino Dino,你負責是哪一個範疇 即是你讀的範疇 我也是Studio Arts 現身回家的範疇 你剛才就已經解釋了些什麼 你怎樣可以將它運用在你的作品上 你的專長是 我自己 因為其實我undergrad的時候 我學士的時候 我不是讀藝術的 我就是讀工程的 但是就 看不出 是嗎 是嗎 對,我交換了 然後回來就開始對藝術的興趣 然後就決定 Postgrad的時候就讀藝術 所以 譬如剛才阿李說 對她來說 可能extended media就是 身回體 但其實我 或者在我讀Postgrad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反而看回 在我原本就是 engineering 就是可能電腦 各樣東西 但我將extended的時候 可能就是回到八大類 都不出奇 即這個是我自己 很personal 對extended media的理解 所以其實 現在反而我碰的 就未必很關電腦 很關電腦 都有的 但不多 反而我自己 關注就真的 回到傳統媒介 本身 例如今次做的 作品 就是一個很純粹的 video artwork moving image 的work 那就是 我自己 對extended media的理解 和一個總結 這樣 Dino 說一下你的作品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我的作品 就是一個moving image 的work 是一個projection 在一間房間裡面 就有一個projector 就project了一個 一幢牆 這麼大的一個 video出來 整間房間 黑色的 你看到的light source 應該就是那個projection 本身 所以你可以想像 其實都是一個相當之 一些isolate 和immersive 的一個環境 在這間房間裡面 看到的東西 可能是有些人 正在走 他走得很慢 又或者是 有一些人 正在動身 他不知道在做什麼 又或者是 有個人 坐著眼睛睛的 看著你 觀眾看到的 會是這些東西 但這件work 本身 是關於 其實可能和 韻兒那件work 有些關係 就是 都是在說時間 空間 韻兒就是Dudu 對 沒錯 叫一地的稱號 但是我的設立點 可能有些不同 就是 可能Dudu 想觀眾去做的 就是 走進金字塔裡面 去meditation 但是 我的做法 可能就是 要觀眾 邀請他去 看這條這麼慢的影片 你可以說是訓練他的耐性 但是我相信 就是觀眾有那個耐性 有那個 concentration 之後 他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 會是 自己 心裡 時間上的改變 或者 一些 看 一條片 原來 一個黑色 這樣才算 都可以 是一種space 例如 那個畫面 他變了黑色 那我們平時 可能看電影 就會覺得 就是 我完結了 或者是一場完結 但是 當在這件工作裡面 我想觀眾可能會看到 或者有觀眾跟我說 可以看到的 可能是 那個人好像在那個 黑色 沒有東西裡面繼續走 那這些 這些 處理 就會是 觀眾可能會對 時間和空間 有一些 跟日常不同的感受 感覺上就是 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 去看這一堆的影像 都可以這樣說 從而 透過去觀察 去影響 他們自己的內心 那種脈搏和部分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尤其是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 可能剛才都會看到 現在的人 真的很喜歡玩手機 才算 或者香港人 一向都會被人說 就是無耐性 因為我們的效率太快了 那 現在有手機 就更加 譬如你等電梯 你15分鐘 你都會拿手機出來 不是15分鐘 15秒 你都已經會拿手機出來按 哪怕你知道 其實很快就有電梯 那當我們這麼不自信 的時候 其實呢 我做這件作品 它是一個這麼慢 這麼沒有東西的一件作品 那其實對觀眾來說 是一個 challenge 其實我對觀眾 有少少harsh 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沒有一個impact給他 但是呢 反過來 我自己作為 artist的感受 我對這個art work的一個感受 就是 當你可以有那個patience 當你嘗試去concentrate 在這個空間 這條片裏面 去observe的時候 其實 給到你的體驗 和你的生活的體驗 一定是不同 關於時間和空間的體驗 那 所以就是 可以少少這樣說 就是我對現在香港人 那個時間 的perception 的一些回應 那文化論 譬如你有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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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有什麼 引發你想做這件事 嗯 你這個個人體驗 裡面有什麼 叮到你呢 其實就 最初最初 最初 為什麼會選擇 做時間空間呢 其實是一個同學 跟我說 他就說 我看你的work 就是看你的作品 你一直都沒有 用時間空間做 一個主題 一個主軸 但是我一直看 我都覺得你的work 是跟時間空間有關的 那他這樣說 那我真的在想 做master project 一個總結 對於我這兩年 一總結的時候 我做什麼好呢 那 就發覺 不如我 就 正正用回時間空間 去做一個起點 就不如是 當給一個 的機會自己 去 重新study一下 時間空間是什麼 既然你之前說我有 那我就不如認真 將它放上桌子 變成study 那當然 這個過程 就可能是一些research 可能看一些關於 安斯坦 關於牛頓 或者關於一些 time 和space perception 的一些research 然後就慢慢去到 一些比較meditative 一些比較performance 一些劇場的表現 body and space 為形式的一些處理 所以就變了 這個work的form 就變成這樣 好 那其實 這個是 你一個不知不覺 沒錯 自己做了專長的事 你不知的 是你的朋友 告訴你 對 那我再問一下 其實這麼多位做的時候 你們身旁 多不多不同的feedback 就是 令你們難忘的feedback 簡單說一下 我們現在有 兩分多鐘的時間 不如我先說 因為我見 work 就很慢 對很多人來說 都很悶 尤其是我剛才說 大家都習慣了 看手機 你看到有兩種很extreme的觀眾 一種就是 他忍受不到那個慢 他覺得 我看了你的work 30秒 或者一分鐘 都沒有新的東西給我 那我沒有一些visual impact 或者我沒有一些conceptual impact 那他就走了 可能一分鐘 一分鐘 其實相對來說都比較長 另外一些 就可能真的看完整件work 是36分鐘 37分鐘 那他真的看完 那 而這兩種觀眾 其實在現在我們 認識的一些看art work的觀眾來說 都是 都是會存在的 他們意識上 是不會被一個 大眾意識帶走的 即是很趕時間 他們就是回歸 跟你的作品同在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那又好像很厲害 即是當下聯繫了 可能是 是啊 是啊 而他們 而當這些觀眾 他真的存在了那麼久 那他 給我那個feedback 就真的是 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而我沒有想過 譬如一些spiritual experience 他覺得 這件work 對他來說 可能是一些 meditative的東西 或者真的改變了時間的觀念 那這些 就真的 對我作為創作者來說 就覺得很欣慰 或者覺得很有surprise 好了 好 問一下幾位 畢業展之後 譬如 剛才都說 在香港讀art 還要讀碩士 接下來有什麼發展 想做什麼 有沒有什麼機構 或者人 事物 你們是很想真的去試 現在天晚上行空說一下 不知道 新城數碼財經台的聽眾 可能聽了 都是緣分 契機 大家說一下 相所欲言 除了工作 除了工作 你自己 除了工作 我們衛生之外 有什麼想做 接下來的路怎麼走呢 對我自己 這個artist career 來說 我是比較遲起步 譬如我是undergrad 最後一年才開始 去接觸 老師 其實讀了這個master 合起來 可能是兩年半 其實自己還沒得 我剛才也會說 這件工作 其實是一個 給自己一個機會 去學習時間空間 這樣才算 所以 應該會繼續做工作 儲多一些經驗 如果有機會去外國見識 希望會有 還有可以去得整 但是 你也要知道 在香港做artist 是很難 大家都會同意 所以 要看看平衡是怎樣 不要餓身自己的同事 也不要餓身家人的同事 要繼續去 去追求自己的artist career 還要看看 如何去找到 這個模合點 今天 真是很感謝 這麼大的藝術 石士同學們 上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對 不只是作品那麼簡單 希望是作品 可以帶來的 Ripple effect 一個連儀的效應 也希望 以後 在不同的地方 都會見到 你們的作品 和你們的蹤跡 好嗎 好 謝謝四位